越民集团00772日前宣布正式推行大越民战略升级,将基于腾讯00700的新闻创生态,以网络文学为基石,以IP开发为拘动力,与合作伙伴共建IP生态业务,首席执行官,腾讯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情母透露,越民已经有超过900万名作家。 过去一年与作家生态,平台连接,IP打造等方面启动升级再造,收获超过90万新增作家及众多知名大臣作家回归,并与腾讯影业,新例传媒等紧密合作,搭建在料影视联合生产体系的三架马车。 请表示,未来将提升创作者活力,IP营运能力及视角化能力,挖掘,培育和助力更多IP产业中的创作者,通过加强中台建设,联合决策,委员会等方式强化IP营运能力,并发展IP商品化和线下消费业态。 越民亦公布,旗下越民影视联合新例传媒及腾讯旗下腾讯影业,发布1921,人世间,深居及最细第二季等70个影视项目。 请指出,未来持续推进业务深度整合,将三架马车打造成一支充分联动越民,腾讯动漫,并打通产业链条的中坚力量,并以此为依托,联动更多合作伙伴,激活影视IP核心引擎。 越民将基于腾讯新闻创生态,以网络文学为基石,并以IP开发为拘动力,与全行业合作伙伴共建IP生态业务。 越民战略转型取得初步成功,发展前景值得期待,成为内地版迪士尼。 依靠受欢迎IP不断衍生产品及服务,产业链持续延伸,为股东增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